OK 好 大家應該都學習過了 好 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嗎 就是剛剛講這麼多 這些東西應該對大家而言 都算比較新的東西 有問題嗎 就是任何問題都可以 有關的都可以 就是你剛剛在聽起來有什麼問題 不懂的 有什麼名詞是 可能講太快 你沒有辦法接受的 都沒有齁 都沒有就繼續囉 好 既然都沒有的話 我們就 我沒有按錯了 我跟你講 這個網址已經夠短了 我就沒有QRQ了 這網址應該很短了 QR Code 的缺點是什麼 錄影機錄下去了,它也少不到了 如果你解析度真的看很高,應該少得到 應該很短的 你都要答對喔 如果有問題跟我講 大家可以先到這一頁 那這一頁是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講的東西都會在這一頁 然後包含,你剛剛如果簡報看不清楚有沒有 簡報的連結也在這一頁 所以你可以回去看 錄影回去都會被上傳在新樂園的YouTube 大家有什麼不懂的都可以再翻起來看 OK齁,大家都OK齁 大家如果都OK了,我們就繼續 今天東西都會在這邊 這個是我可以找到的最短的短文字 那如果 如果 大家先看到這一份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幫我 等一下,先問一件事 沒有維基帳號的,幫我舉手,叫我 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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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我後面留大概半小時 做OK 好 好 好 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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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세� Iron 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才會需要這麼多工作方法 因為不同類型的資料 它的寫法都不一樣 它都完全不一樣 那 Wikileaks 的內容它主要分三種 分別是 P Q 跟 L 主要是分這三種 那我們在做這個 藝術資料庫的時候 我們不會碰到 L L 是比較是做語言學那邊在用的 那我們主要會遇到的就是 P 跟 Q 那 P 就是 PROPERTY 屬性 那 Q 是 ITEM 那在我們中文上面 雖然我們 ITEM 換掉物件 但我們可能比較常用就是 你如果用維基板科技想像的話 Q 就是相當於一個條例 因為 Q 相當於一個條例 好 那 那 這樣子應該夠大 大家應該看得清楚 如果看不清楚 你就把剛剛那一個文件點開 然後去看裡面的那個簡報 好 雖然我看不出來 這是簡報第幾個 但你應該找得到 好 找不到多少點 好 那這個是你在看 Wikidata的一個 表幕的時候它會長的樣子 我站起來給大家看 從最上面會看到的這個 我們 這一個 它是對應到這邊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 label 叫標籤 也就是說 這一個東西 你現在開什麼語言 它這邊就會呈現什麼 那種 假設你現在開英文 它就會呈現的是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那你開 中文 它就會呈現 國家的全國務館 它會針對你有甜度的內容 去進行翻譯 如果沒有 如果你選的那個 語言 是沒有翻譯 就是沒有被甜度翻譯的 那它通常會呈現英文 通常 不一定 那 最上面是 label 跟 它的統一編號 那 國家的全國務館 的統一編號是 Q10926902 所以你只要看到 Q10926902 它就是 台灣的國家的全國務館 大家應該可以想像得到 以不同國家的語境裡面 都會有 國家的全國務館 只是它可能是不同國的 它可能是荷蘭的 那個日本那個什麼國的這樣 那 多語言 多語言說明啊 你只要有甜 就 甜度多語言的語言 它就會依照甜度的值 去做翻譯 它不是自動翻譯 它就是你甜什麼值 它就會翻譯什麼 那目前支援300多種語言 台灣的話 目前支援 中文 台語 客語 閩東語 原住民與支援八種 原住民與支援八種 所以你如果有資料 是原住民與相關的資料 你可以填原住民進去 那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是描述 描述是一個大家常常會寫錯的地方 描述是用來分別跟其他同名資料 的一個地方 的一個地方 並不是說這個東西你要解釋它 你跟描述這邊解釋 我看一下我給我放翻譯 好 有 舉個例子 你在wikidia上面搜尋淡水盒 你會出現三條 其實不止三條淡水盒 那你如何快速的知道這三條淡水盒是哪 什麼淡水盒 你就是靠描述 所以你描述不可以寫太長 你寫太長沒寫到的重點 反而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你分別 你可以看到第一條 它上面寫什麼 它寫台灣北部地區的重要文明 那你就會知道說 這條淡水盒是 呃 北台灣地區的這條 而不是下面那條 上海區 上海市的這個 上海市銘形式的淡水盒 也不是廣東省的淡水盒 也不是 我以前講過一個笑話就是說 你如果問 電腦台灣的淡水盒 電腦會給你什麼 它會給你台灣全部的盒 因為台灣的水 台灣的盒都是淡水 台灣沒有鹹水 這個是講華語才會 會有了一個鴻鳴的 如果你講台語就不會 因為淡水在淡水這個詞 淡水在台語是淡水 可是如果淡水盒是 這 加水 加水跟鹹水 可是如果你講華語的話 都是淡水 那透過這個描述 可以讓人很快知道說 一樣都像淡水盒 那它之間的差異在哪裡 那再來是後面的益稱尾 益稱尾 他就是拿來做詞彙對照 國家人權館 國家人權博物館 你可以填它的簡稱 像台灣的各個館有沒有 都有各式各樣的簡稱 國美館 呃 北美館 北美館 南美館 台史博 歷史博物館簡稱叫什麼 史博館 有的時候我自己也會搞混 到底史博館是在台南那一間 還是在台北那一間 國美館又是哪一間 那你這時候就可以在益稱尾那邊添下去 啊人權館 人權館 人權館簡稱就叫人權館 至少不可以這樣講 OK 那以人權館為例 它的寫法是什麼呢 呃 在Weekindata裡面 所有在寫資料的時候 你要寫的第一個欄位 都是性質或上級分類 那什麼是性質什麼是上級分類 性質的意思就是它是什麼東西 心樂園意識空間是一個替代空間 國家人權博物館是一個博物館 我王文樂是這種 是人類 沒錯我是一個人類 OK 那所以想當然了 張亞平自然也是一個人類 所以在檢索人類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些資料 OK 那 再來就是下面就是圖片 就是代表的圖片 成立或建立時間就是 就是成立或建立時間 國家就是這個項目所屬的國家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旁邊的這個項目有沒有 它有很多項目 那每個項目也都有自己的統一邊 每個欄位都有自己的統一邊 像性質就是P31 圖片就是P18 成立或建立時間就是P571 國家是P17 所以像我們比較編輯比較久的有沒有 我就跟你講說 喔那個要先寫P31 再寫P18 再寫P17 我可能就是直接講編號這樣 好 那 屬性就是我們在講欄位的那個問題 你在寫Wikipedia的時候 你建一個新的條文 它裡面是全空的 你要填什麼東西是你要自己填出來的 那 每一個P都有不同的用法 那每一個用法它都會做說明 但是主要有分三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 它是透過P連結兩樣物件 所以國家人權館 它是一間圖書館 國家人權館 國家是中華民國 國家人權館所在的行政領土實體 什麼叫行政領土實體 來 行政領土實體就是要填什麼 來 試試看 你們覺得行政領土實體要填什麼 要填什麼 地區 地區 再詳細一點 行政區 沒錯 就是要填它所在的行政區 它裡面有些用品會比較 不知道怎麼講 中心一點 所在行政領土實體 輪移使用性就是 它能使用輪移 不能使用輪移 未知等等等等 第二種 它是連結一個池 如果有人是做資料庫的 我覺得說這一個欄位它連結的東西是字串 它連結的是一個字串 就是它連結的是一個池 它不是一個物件 它不是 我要強調喔 如果你的 你寫的那個屬性 它連結的是兩個物件的話 那 被連結的那個東西 它必定是要是一個物件 舉個例子 今天那個 今天新樂園藝術空間辦了一道展覽 那這個展覽叫A展覽 那我要在新樂園藝術空間裡面寫說 新樂園藝術空間舉辦了A展覽 那 在這個時候 A展覽必須要是一個item 它也必須要是一個物件 才能被連結 那如果沒有這個物件怎麼辦 有人知道怎麼辦 就要幫它創一個物件 沒錯 所以 大家可以想像到 我們 下一班的編輯工作方 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個藝術家 他讀了一間學校 結果那間學校 VPDIR已經沒有 那你就要把那個學校創出了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那時候在幫 新樂園藝術家資料的時候 會發生的 就是說 新樂園藝術家可能得了一個獎 結果那個獎 在WIKIN海裡面 根本就沒有資料 那你就要把那個獎創出了 好 那連結實際的數值就不用 它就不用連結到一個item 像是它官方的名稱啊 母語標籤 什麼叫母語標籤 大家知道嗎 母語標籤的意思就是 新樂園藝術空間 它母語的名稱 它母語的名稱是什麼 新樂園藝術空間 因為它英文名稱就是 新樂園藝術空間 那母語標籤自然不會寫 新樂園藝術空間 而是新樂園藝術空間 地上層數就很簡單 就是地上幾層 一層 OK 那再來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也是WIKIN海的很重要的 連結外部 連結外部 連結外部之連結跟資料庫 像國家安全管的官網 或是它有連結到 那個VIF 有連結到WorldCAD 連結到各個各式各樣的 橫向資料庫 它被儲存的位置 就是可以填在這裡 那你在這邊就要填它的識別 OK 那簡單講到這裡 接下來就是實作 我這邊先做一輪給大家看 然後後面再帶大家一步一步做 OK 好 首先 有人沒有帳號對不對 沒有帳號的話 我就先帶大家進行帳號 然後再帶大家進行帳號 然後再帶大家進行帳號 OK 好 好 那麻煩大家先幫我到 Wikidata.org 你在 你或是直接Google Wikidata也可以 那你進來應該會是英文的 也有可能不是 沒有關係 應該會是英文或中文 但應該英文的可能就不夠了 那你到Wikidata.org之後呢 你就在右上角應該有個login 那如果是中文 那不 有一個create account 那如果是中文 那應該叫創建帳號 OK 那這邊就可以 創你的帳號了 那 那 在這邊 強調幾件事 第一個 維基的帳號是 一個帳號就可以走遍天下 你在Wikidata 註冊帳號 維基版也可以用 維基的所有的 那個專案都可以用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請不要創建團體帳號 就是請不要創一個帳號叫 新樂園技術空間 也不要創一個帳號叫什麼 台大圈圈實驗所 北大XX系 一個帳號就是一個人用 就算你是要做計畫或幹嘛 你要幫新樂園做計畫 請不要創一個什麼 新樂園專案帳號 不要不可以 你就是 你是誰就創一個帳號的 第三 可以用中文取名字 但 我會建議不要用葛名 但你可以用中文取名字 然後 第四 不要把你的帳號借給別人用 不要把你的帳號借給別人用 第五 你可以不用 下面那個email address 它是寫option 你可以不用填你的email 但是如果你沒有填你的email 你忘記密碼就追不回來了 OK 沒有填email 因為 維基上有些人很注重隱私 連email都不想給大家知道 那我們也可以接受 但如果不填email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 告訴你你的密碼就是 OK 那你這邊填完 有填email的人收一下驗證信 沒有填email的人 你填完應該就 註冊成功了 然後你就去登錄 你就在微記上登錄就好 好 注冊帳號不會有的 有問題嗎 那我等大家注冊一下 先去公設手 百貨 五月三十二五三 先去公設排 四十九五三 四十五五五六六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超过十年 真的是很元老的帐号 我也有看过那种帐号 名字只有两个字 帐号只有两个字或是三个字 那种帐号都超级猛烦 对 还有谁还没肚子好 没就好了吗 还没 OK 好 那我就先继续 好 好 你登录完应该会长这样 如果不是长这样 你可以在右上角选语言 就是如果你不是长中文的话 你的不是中文 但如果你要用英文的也没关系 没关系 你要用其他语言也没关系 就你选什么语言 你选什么语言 不会影响我等下的教学 就选一个你看起来最舒服的语言 就可以了 还要选看得懂欸 不要选看不懂 好 那 那我们今天就用那个 因为我们 我今天只是先带大家做示范 今天只能带大家先做示范 跟体验一下是怎么编辑的 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资料是 这个飞池中上面所收 所收藏的这个艺术家们 那 我把这个连结 放在这边 放在刚刚开的那种文件 那 你回到这个文件 对它按 重新整理 应该就会出现这个连结 然后帮我连回去 那这个页面帮我一直开着喔 这个页面帮我一直开着喔 这个页面帮我一直开着喔 好 那你点到飞池中中 应该会到这一页 应该可以吧 好 那 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帮我点一下这个课程全道 那 那 你点到课程全道的时候 他应该会请你要登录我几百课 那你就按登录就好 然后 他应该会叫你 跟你讲说怎样怎样怎样 那你就选了LOW 好 那你就会登录 这样 到这边OK吗 就是首先先帮我开 下面这个连结 你会到飞池中 再来帮我到课程前到这边前到 那 这一个页面 我们下个礼拜的三次工作坊 都会用同一个页面 那在这三次工作坊 我都会把一些资料 新增上去 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在上面发问 那 大家都可以在这边得到一些 那 如果 在下个礼拜前 今天的录影就已经 转当号 或是已经上枪了 我也会把档案放在上面 好 大家可以来这边看 现在有十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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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有谁还没做完 到这边吗 你还没 有问题吗 你还没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 他让我 潜入Wikibata 可是没有让我潜入 Wikibata OK 我看一下 这边有潜入吗 对对对 如果是他就 Wikibata 没关系 你就帮我到刚刚那一页 然后按Login 对 然后输入你的 刚刚的帐号密码 就可以了 不用他一天自动 帮你登录也能 对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是对的 好 到这边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我们就继续了 那 到飞池中这页有没有 帮我到飞池中这一页 就是 你从这一个页面 最下面的这个连接 点过来 你就会知道被谁从这一页 好 那我今天只是先做示范 我今天示范完之后 你回去想要写 都是OK的 只要你学会我今天教的步骤 你回去要做艺术家 你要做史学家 你要做篮球国手 都可以 我今天先教大家 人要怎么写 我 这边也跟大家分享 我平时自己的一个奇怪的嗜好 就是 因为我的Telegram都有订阅一些 新闻平台的通知 然后如果今天有某个新闻平台 跟我讲说谁谁的过世 我就会去把Wiki给他建起来 如果他没有条路的话 那如果有我就会去帮他更清楚他故事 像今天那个谁 王国伟就有po一篇 是一个展览 是在纪念一位艺术家 叫什么叫Dino 然后我就发现他没有Wiki这一套 我就帮他把他Wiki来建起来 他是 他能找到的资料很少 所以 不过 还好有办法可以补到生子年 台湾的新闻有时候这样 只会报导 只会报导足年 不会报导生年 或者是 诶 这边也跟大家讲 不要这样写文章 不要写这个人昨天过世 昨天是哪天 也不要写本月过世 本月是哪个月 OK 你要就是 你就写 6月7号 7月8号 甚至有些就是 什么写什么 月初 年末 不要 我不知道那是哪一天 好 那 大家到这一页 到这一页之后呢 大家可以在上面 我先示范一次 我先 好那就第一位 就你了 就你了 这位王建伟先生 那大家先看我做一次 等一下再 再跟着做 首先我要先帮这个王建伟做 这个 条目 做条目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做条目的第一个步骤就是 先检查他有没有条目 那 刚刚是不是有提到 Wikidown没有提供检索演算法 所以你只要丢进去 他没有跳出来 那就是没有 那 但是有一种可能是 这个艺术家可能 没有中文页面 他只有英文 台湾有些艺术家是这样 我真的就有遇到过 那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件事 我们可以搜索他的英文名字 哦有 英文名字有 有一个Neo 可以一看就知道不是 应该不是吧 对啊不是 不同人啊 对啊 这个应该是不同人啊 好 这个不是对不对 这个应该也不是啦 这个是一个 一个 博士生 好 这个人只有读到硕士 所以不是 那会不会有点惨的 那真的不是啊 好 确定不是 确定没有条目重复之后 帮我到最左边 最左边 从首页鼠下来第四个 有一个建立一个新项目 我先走一次流程给大家看 等一下再手把手 再刚刚做一次 这个 讲过吗 好 那这时候我会 这时候他就会到这一页 他会跟你讲说 建立一个新项目 然后建立一个新项目 他会跟你讲说 请确定已经检查过 这个项目已经存在 就是不要重复的意思 那刚刚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人叫王建文 他就是这一项 那这个时候我们读一下他的内容 我们读一下他的内容 他是台湾人 是个艺术家 那我们就说他是台湾艺术家 你这个描述有没有 你这个描述可以很 rough 没关系 就是 除非今天出现第二个王建文 那你就要开始去思考说 另外一个王建文 跟这个王建文的差异在哪里 假设那个王建文是个医生 那你在这边只要写说 他是个艺术家就可以了 但假设这个王建文也高好是个艺术家 那你就要去找这个王建文 跟那个王建文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那这边可以写一个很高的 我通常我的写法 我都直接写台湾艺术家 按联合 然后他就创一个新的条路 就像我刚刚讲 创完都是全白的 全白的不用担心 我们一个一个完成它 这时候右上角有个编辑 然后我们就把其他的栏位连上 麻烦大家可以帮我把其他的中文也填上这样 就是等一下你们再做的时候 先看我操作一次 等一下大家再操作 那飞程中有帮我们提供他的英文名字 飞程吧 然后记得 记得编辑完 Wikidata Wikidata的重点 每做一次编辑一定要按一次发布 不然就不算 就不算数 要按发布 还有一件事 Wikidata没有草稿的 你现在做的每一个编辑 只要按着发布就更新了 好 那现在就跟着我 再来就 好 每一个条目 每一个条目要写的第一个层数是什么 一定是性质或是上级分类 如果用编号来看 就是如果你是用编号来看 一定是P31或P279 那P31就是刚刚讲的 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什么东西 那以王建文这个条目 它是人类 所以我们就是选性质 那在大部分的时候 P31跟P279不应该同时存在 那我先把这边写完 再来跟大家解释 P279是干嘛用的 P31是来告诉大家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这边OK吗 这边OK吗 P279是在告诉别人说 这一个分类是属于哪一个分类 举个例子 公车是一种交通工具 这边OK吗 那交通工具是一类的 交通工具是一类的什么东西 我要确定的交通工具它都是一类的 载具 你可以看到载具它是一类的机械 一类的容器 所以上级分类的概念是什么 它在告诉你说 这一个分类的上一个分类是什么 它是分类的分类 就是它是一个分类的 它会拥有上级分类的所有性质 举个例子 载具它是机械的一个子分类 所以载具会具有机械的全部的性质 这样OK吗 我想到我这也是用什么解释 所谓的上级分类的概念 你可以用戒门钢木科属种去想 戒门钢木科属种 我们人类是什么 我们人类是灵斩木 大家知道灵斩木是具备什么性质 就是所谓的灵斩木 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动作 那所以你只要被分在灵斩木里面的 那个分类的生物 都能做到这个动作 那灵斩木 是 俘虏钢 那灵斩木 它那个上级分类的俘虏钢 所以分类在俘虏钢下面的 它都有一个共通性 就是它都会俘虏 所以上级分类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指分类会拥有上级分类的所有性质 那 俘虏钢上去是极锁动物门嘛 极锁动物门表示有脊椎嘛 所以所有的极锁动物门里面的下级分类 都拥有有脊椎的特性 所以在这边 载具它同时拥有机械的特性 容器的特性 跟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可能会去研究一下 所以我们除非是在做 除非我们今天是在做分类的建构 不然我们比较不会用到P279 好 好 现在我们把性质写完了 性质写完之后 我们确定这笔资料它是个人的 OK 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开始读这笔资料 他说这个人1981年出生 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他1981年出生 出生日期 1981 好 这边有一个重点 假设你认识这个王建文 你知道他是1981年7月11号出生 但是如果网路上没有写 你就不要写 网路上写他什么时候出生 你就写什么时候出生 就算你知道他7月11号出生 这样OK吗 我们要以公开资料为主 就是公开可查阅到的资料 FB不算喔 任何的授情谎单都不算是公开可查阅的资料 所以这边也提倡一件事 就是如果各位朋友是有在写文章的 请不要把文章写在FB 那如果你有认识很会写文章的朋友 也劝他不要把文章写在FB 好 那1981年 然后我们就要新增参考文献 我在哪里看到这一篇 这件事 我在Face中的网站上看到 那我们就把这个网址图置下来贴上 然后我们可以描述一下这个参考文献 像是我们今天 我是什么时候查这篇资料的 今天 网路上的资料又有可能会变动 所以我们会希望你可以讲说 你什么时候查的 好 好我们确定他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人1981年出生 接下来是出生在哪里 台北 通常我会 如果写台北 我通常都会把他归在台北西 请各位记得 出生地不要写国家 就是假如他写台湾台北 请不要写中华民国 你如果要写台湾省 那也行啦 那我这边会选择写台北市 如果有错再来改 哦 这边要注意哦 台北市也有很多哦 你要选对哦 有很多台北市 啊 我基本上就选现在的台北市 出生地 要参考文件 那要参考文件我们就怎么做呢 没问题我们就把 这一篇文章贴上来 好 我们知道他从哪里出生了 再来说 常年旅居霸国巴黎 这句话 不好写 所以 先略过 因为这句话可能 这句话在Wukita里面很难写 因为在Wukita里面的写法是 他有一个Property叫做居住地 然后你可以写巴黎 但是他这边写常年旅居 你如果写居住地巴黎 就表示他现在也居住在巴黎 那概念是这样 可是他叫做常年旅居 所以不好写 还是有办法写 但是你就要去找到资料搜 他那时候在巴黎 好 2012年他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取得 这个硕士学位 好 那我们就说 你取得学位 就表示你有就读过这些学校 所以我们就用就读 好 好 这时候就遇到一件事了 国立巴黎第八大学找不到资料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 那一笔资料 不叫国立巴黎第八大学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做什么 拿去Google 国立巴黎第八大学就是巴黎第八大学 好 我们就可以先到维基板科 好 这个应该就是 那一个巴黎第八大学 巴黎第八大学 好 好 好 我们到维基板科 到维基板科的时候 我们到他的左边 工具 从上面数下来 你会看到一个维基数据项目 英文的话应该叫Wikidata item 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 巴黎第八大学的Wikidata 好 这时候把他的 这时候把他的变号 复制下来 贴上 我没有控制到变号 贴上 好 参考一切我就先不补 因为这比较重复性的时候 所以我就不补 那这边有提到说他得到硕士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 在这边 再按一次面积 这边有一个叫新增限定词 就是给一个形容词 就是给一个形容词 学位 硕士 硕士 一种学位 OK 那他的主修就比较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他主修的这个硕 或者他主修的这个 新媒体艺术 欧洲 欧盟硕士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有 如果有 就是一样在这边 新增一个限定词 叫做主修 你如果有找到 把他填回去 就把他填回去 好 好 我们已经处理完 到第一句话 再来 第二段 2006年到2011年 曾受邀多治法国首都艺术展 这个时候 就要去看 有没有法国首都艺术展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 我们就要去把这个爱情建出来 或者是去想办法找到他 然后把他写进去 那这边先 就先越过 那后面就是 并参与这个 后面这个就 后面这个基本上 都不好写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要去找到 哪些作品在新加坡展出 哪些作品在哪里 然后分别标识 然后并且其实Wikita也不适合写台北巴黎河敦 应该要去写 在哪里 所以如果单纯以这段话来讲 这个人已经写完了 但是这个人 我们可以再去Google他 然后去帮他找 补充的资料 好像尊才也有 这边就有写到说 他都在法国读 法文啊 双硕是 如果要把这边写完 那边写完 就是这样写 他这个不好写 因为我要把它两个 造型艺术系 这他有没有造型艺术系 我先把他学次写出来 他这边写说2014年 法国第八大学造型艺术系学次 对不对 那2014年 我们毕业就表示是终于2014年 那我们不写始于 因为不见得 他不见得是念4年 这样不会很过分 但不是每个系都是4年毕业 然后学位 学士 简单来讲就是 你在网络上找到多少资料 你就写多少资料 不要去猜 不然到时候人家跟你讲 不然到时候阿比余你说你写错 或你断写 这样就不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尊财 把尊财的眼前复制 那硕士这边我可能要再去找资料 因为我要去区别他的造型艺术系 跟新媒体艺术我某硕士 是不同的硕士 然后把他拆开来写 或者是他有一种写法就是 终于2012 可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去呈现他双硕士 好 这样大家OK吗 好 好 好 那大家帮我看到 就是帮我回到这一页 刚刚短点接的这一页 好 大家的左上角有没有三个这个状况 有吗 我有点一下 应该没有 好没有 大家的右上角是不是有个编辑 帮我按一下 这边的网路无法支援 我做这个工作 加油 好 好 你要编辑他应该会希望你登录 我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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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幫我安心完右上角編輯之後 應該會長這樣對不對 OK齁 大家幫我回到就是飛池中這一頁 在飛池中這邊 幫我找一個你想要做的藝術家 你要找的時候呢 你要先做一件事假設我要做徐明峰 你先幫我複製他的名字 然後去VT在哪 右上角的搜尋畫 貼上 如果你出現沒有符合的資訊 你才可以認頂他喔 如果出現已經有了 就先不要認頂 因為我先帶大家創新的一次 就是建一個新的橋 那如果你好像我現在下面是不是寫 我要那個 做 林立林 那你就幫我 你就把你要做的那個藝術家名字貼在上面 然後後面空格你的 你的名字或隨便就是你的綽號 或是不然你就寫你的危機帳號好不好 就在你後面 在你要做的那個藝術家的 後面 寫上你的危機帳號 這樣我就知道你要做誰了 先幫我做這件事 如果有人做過了 就是如果有人已經在上面寫了 像是我已經寫了林立林了 那你就不要再選林立林了 給大家 我們到五十分 大家要先找一下你要的藝術家 然後填到上面 有任何困難都可以 問我 這個也比較不略 呵呵 填到 就是我們剛剛是不是在這一頁 你幫我按右上角應該有一個編輯 右上角有一個編輯對不對 編輯點開應該會長這樣 左邊有一個石座 這邊有一個石座 左邊黑黑這邊有一個石座 他要求我登陸 那你就登陸一個Google帳號 好 對 我現在有個石座 你怎麼會看的 謝謝 那你怎麼會想 你怎麼會看的 我現在要求你 你怎麼會看的 我就是把石座 你怎麼會看的 你怎麼會看的 我現在就在這裡 我就會找到 這口水 那邊 有很多水 你怎麼會看的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 大家有一个问题吗 上面现在只有 六个加入的话 是扣掉我要做文释 是 那个登录之后 它出现电脑 看一下 可以 对 那你帮我重新 你直接按重新等级 直接重新等级 然后 然后 往上 那你帮我重新点一句 没有 没有 我注册之后 它怎么可能会变得不变 你去作业了 这个是教学文件 不是今天的那个文件 对 你刚刚很多点了一次 嗯 嗯 这样 可以 这样做 这个 然后后面把它改成 S3 对 S3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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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点到另外一个 右上角就有点 可以 对 对 对 然后 然后 有时候也是 很难管理 对 哦老师 然后 您刚刚讲说 Wikipedia 跟Wikidata 最主要的分别是什么 嗯 如果真的要用一言一例子就是 Wikidata 是专门设计给电脑看 Wikipedia 是原本设计给电脑看 就Wikipedia Wikipedia的名字叫维基百科 所以它终究它是一本 百科全书 只是因为我们平常 现在的人很少看百科全书 所以 对百科全书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想像 对 百科全书 Wiki 大家有时候都会帮维基百科 许念一些有很多奇怪的功能 对 啊 Wikipedia不应该有些功能 因为它就 那些都不是百科全书代表功能 你见到词位去 这个是词位 对 你见到词位去了 它现在变成一个语言学章的名词 不行 Wikipedia没有删掉这个功能 这很恐怖哦 它很难删掉 所以 没关系 Nego拿去改掉就好 对 你就按创建一个 这边提醒一下 大家 大家你在 大家在建立一个新项目的时候 你要选的是建立一个新项目 Create a new item 不是Create a new that's me 你创建 你create 你创itle的界面 你创itle的界面 应该是要讲这个样子 要填的东西只有标签跟描述 标签跟描述 标签跟描述 然后我来再应用一下你的那个词位 标签可 一定要填名 你的那个什么英文名字 没有 他是 台湾人 标签 是他的英文 音译吗 姓名 蛤 你的标签 你不填的原因是什么 你是 我不知道填的 他的中文名字 哦 那描述是 描述就是填 你去 你稍微读一下 像是 他可能是台湾的艺术家 或是 他是哪个国家的艺术家 或是他是哪个国家的 因为其实你知道 对Wikita而言 这些资料都是很ROUGH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只写艺术家 不用很细的分类 当然你要很细的分类也可以 对 然后你就直接填那个描述 然后我先来再应用一下你的那个词位 词位的编法很不一样 好香糍 他都不用怕 有机会 就是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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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车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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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今天大家在做藝術 我來幫你這個詞位改成跟藝術有關的 做語言學的 沒有這個詞 太久沒有寫詞位了 不是不是 寫詞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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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中 生姜 诶,请大家不要模仿我现在的那个编辑 因为我现在在改东西 我现在的一个编写 做完美的编写 这样的编写 做完美的编写 对,这就是一种编写 所以我们要去吃虾 但是,如果有点的编写 我们要去处理我们吧 麻煩 嗯 嗯 你要遇到什麼問題嗎 他去常常被遇到什麼問題 他陳述那個變成生命 生命 有了有 沒事 他剛剛這邊是寫生命的流程 哦 那我帶大家走一次流程 剛剛已經走過一次 那我現在帶大家走一次 那我現在要做的是那個 如果會做的朋友 你就繼續做下去沒問題 那我就再帶大家一次 我現在要做這個靈地零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他標籤啊 就是標籤 就是像你現在上面是中文對不對 結果他寫英文名字 那你就把這邊改成一二 就是英文 靈地零 然後我讀一下 他是 他應該也是台灣的藝術家 好 那我就一定要寫台灣藝術家 好 約 按建立 建立完你的應該會這樣 上面是他的名字 下面是老樹 然後這邊有一個編號 如果你會做你就繼續做下去 不用等我 然後我們就一樣從上面翻譯來先 編輯 好 我們把下面的中文翻譯中文都先填了 好 好 好 因為 編輯中都有幫我們給英文名字 感謝他 欸 請問 就是第二 是中文 然後第三次 是 台灣 跟韓國 中文 有沒有兩個 兩大類是一樣的 不一樣 這跟韓國有一點 這個跟韓國有一點 這個跟韓國的歷史有關 最早就韓國的成立的時候 只有中文 但後來中文社群就去抗議 因為中文不是只有中文 可是 因為 韓國裡面的工程師沒有被中文 所以後來中文只有被拆成兩大類 就是最早被拆成 反體中文跟 簡體中文 但然後就拆了嘛 可是因為工程師們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把原本的中文去把它拆成翻譯跟簡體 所以就變成是同時有中文 又有翻譯中文跟簡體中文 可是結果有了翻譯中文跟簡體中文之後 又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以翻譯中文來講 用量比較多的是台灣跟香港 可是香港跟台灣的用語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們又把它拆成就是又有台灣啊 台灣啊香港啊等等的 那可是又因為技術問題他們無法有效的分拆 所以就是所有中文並行 那我們在習慣上就是 就是翻譯中文這邊我們都會填 都是翻譯中文一樣 之後簡體跟中國那邊我們都會不填這樣 好英文 感謝他們有做英文 然後我們就把英文複製上去 上去 OK 大部 好 添加陳述 就是我先一號 人類 剛剛王建文忘記寫了一個東西 基本上台灣出生的 基本上因為我們台灣是 算數人還是數別 也就是台灣這邊出生的人 都會很難國籍 當然如果他有去放棄國籍 那就是 但如果他要 如果你要填他放棄國籍或怎麼樣的話 你要有找到五線這樣 還有性別啦 我順帶一提 其實從鐵盒Wikita你會知道就是 未來你們在做 如果你要做整 有關的比較過分 其實性別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難櫃 現在因為 我們現在就是 覺得好像性別這個難櫃好像還好 會怎麼樣 但是其實當時間久了有沒有 其實 可能看不出這個人的性別 就是沒有辦法判斷 可能反而不知道 可能就不知道他是 什麼性別的區域 現在 現在又 還有非二元的性別這樣嗎 不好意思 我知道一個狀況 是 請說 我剛剛在英文下面 然後沒有察覺它是英文 因為我的電腦會自動把它翻成中文 那就把它改掉 可是就是我現在的藝術家 他是直接跑到英文的這個部分 我的藝術家應該是 那就直接改掉 直接按編輯 把它改掉它就可以 改掉 對 好 好 好 OK ok 好 然後就開始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我們為了要解鎖要用 就是 剛剛我忘記寫一個東西就是 基本上 Face中裡面的人 我們都可以都要寫一個就是 職業是藝術家 那當然我跟你講就是 你會說啊可是還有跟雕塑啊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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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寫藝術家 等到後面有辦法分類的時候再繼續問他 請說 憲持 憲持 為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藝術家不疑是人類 對啊 藝術家是職業啊 你又不是一出生就藝術家 你懂我意思喔 對 蛤 什麼刪不掉 可以啊 陳述是可以刪掉的 你只要按編輯 移圖就移圖了 我說的不能刪是這個item 有辦法刪 我說的不能刪是這個item 有辦法刪 可是萬一 就像如果我是一個無聊的人 然後我就創造一些假的item 不能刪的話 這樣有點不能把關欸 喔 我可以提刪 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很無聊的人 那你創了一堆空的 或是創了一堆沒有用的item有沒有 有一個工具頁面叫做提請刪除 然後我們其他人會去看說 這是不是一個需要被刪掉的頁面 對 那為什麼會一直講說不能刪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其實 沒有 除非你真的是大量破壞 不然我們真的不會去動 我們很少會真的去用到刪這件事 或是我們可能就是 那一個編號就拿來改成 用在別的地方這樣 好 那你就去看 你 你就去看那個 你的那個頁面上面 這一個禮書架上面寫的 好 那我這邊跟大家講一件事 你沒有辦法把裡面的資訊寫完 還是正常的 因為像是 以我現在 各位看到我現在寫的這位藝術家 林立領有沒有 他有很多這個展覽有沒有 這個展覽 每一個都其實要去建對應的item 所以我今天沒有辦法做完這些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今天只是先帶大家知道說 這個編輯是怎麼做的 好 那我想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就先到這裡 如果有任何問題 呃 可以留下來討論 或者是 我們下禮拜 因為下個禮拜 就不會有前面的 概念介紹 下禮拜就是直接 呃 分 就是分配任務 然後 呃 會寫一兩個點半條目 給大家看 那大家就是仿效 點方條目的架構去寫 好 那也就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今天的錄影 我們會盡快製作 然後會放在 新樂園的youtube上面 謝謝大家 謝謝